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潮民频道格仔 Santaino 郭正彤 今天我们就要说蔡英文宣传美国这件事 真正的关键爆点其实就是今天4月7日回程那一刻才是重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就是蔡英文想回到台省的时间 有可能不太顺利 而且即使让他回去也好 可能后续还有很多东西 大陆方面是一定会做出反制的措施 来与之回应 就不要以为在他喘美的时间 同一时候 饰演好人角色的马英九 回到大陆那边讲尽好说话 就想着可以淡化整件事 救回这个责连英文 这次马英九都帮不了你了 一单就还一单 解放军已经做好了准备 究竟 等到蔡英文回程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稍后来详细讲一下 再之后为大家的报道 就是自从4月4日 香港记协奥委会 和香港政府 都以强硬的态度 来公开讲道 将会对 香港兵种 2月28日在波斯尼亚作赛 没有严肃跟进 导致播了毒歌一事 要承罚 启动承罚的机制就是 把它停止资格 关于兵种的失误导致 去到出外作赛播毒歌一事 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个月 现在新闻资料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里面 没有披露的消息 但是就在两天之后 去到4月6日 兵种 却透过运动员 接受媒体的采访 而兵种自己也发了声明 如今就要大力反扑 讲到 港协一心就想着 要将他定罪 港协讲了很多 与事实不符 的说话 例如说 兵种如何消失 兵种如何缺乏交代 兵种讲到自己 是有跟进和有交代 透过声明和运动员接受采访 多条战线来大力反扑 证明自己没错 而国际战线方面 不知为什么 突然间 国际兵联 发出声明说是自己的错 说不关香港兵种的事 他们愿意承认他们的罪责 播了毒歌 但是他们说的理由 就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夹口供 跟兵种说的又有点不同 是不是作出来的 为什么他要扑出来承认呢 整件事错综复杂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利害因素 新潮民整合了整个过程 为大家来一一披露 以及 陪大家一起分析 查探 以正视听 相信雪亮眼睛的观众 应该会看得出 谁对谁错 谁是谁非 再之后我们就说 在尖沙咀就发生了一宗餐厅 烫客事件 烫的还要是内地的游客 还要烫得十分之离谱 其中客人叫了一碟虾 数量都只有十只八只 就要用高达六百元的价钱来埋单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收费不公道的地方 转头回来 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做一点点呼吁 新潮民就验证 招聘着一些 具有影片制作经验的人士 来加入 新潮民的制作团队 当中工作内容的性质 可以是全职 或者是兼职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请Whatsapp 我这个电话 92990738 再说一次就是92990738 来查询有关详情 欢迎你们的加入 在节目开始之前 提提大家 记得做齐新潮民三宝 还有的就是分享 赞好留言 订阅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和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接下来就要说 现在即使连 在对岸 讲进好话的马英九 都救不了 宣访美国的蔡英文 蔡英文宣访美国这件事 最关键的爆点 并不是 之前我们看过的新闻内容 整件事的关键爆点 其实 就是在今天 4月7号 蔡英文 由美国回到台湾 回程的时间 才是整件事的爆点 与此同时 等蔡英文 上机回程的那一刻 解放军 就要做好应有的准备 美国那边就认为 这次蔡英文宣访 这个行程 表面看来大陆方面 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也觉得大陆 不会就着这件事 作出一些对等的回应 我们从坊间里面 那些新闻内容 其实 真的不是很察觉到 大陆方面有什么准备 在我昨天那集 的节目就说了一些 我自己看到的蛛丝马迹 其实 不是说大陆方面 不会对这次事件 作出行动相反 只不过是 作出行动的方式 是和以往有些分别 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看看 这个蔡英文在 见到这个众议院 议长麦卡锡的时间 6号的清晨 中国四大 的有关部门 就向到 今次这件事 已经表白了这个立场 分别就有中国的外交部走出来说 以及是 全国人大的外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的台办代表 以及是 最重要的就是 中国国防部 这四大 已经走出来 对今次 表达了一个严正的立场 指导美国国会的 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 以及一众有关的 美国国会议员 完全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 和严正交涉 执意来到 他会见这个 串访美国 的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 今次这个举动已经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 也严重违背了国际法 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已经严重地损害到中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其中最特别的 我们要留意到国防部还特意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 随时已经后命 来到坚守 职责以及使命 也都时刻保持高度的境界 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 台海的和平 以及稳定 如果有看过我 昨日那集 已经知道 解放军现在有一艘航母已经前出 去到 台湾东部的海域 进行到有关的部署 这一刻来说 虽然 解放军还未宣布 采取 究竟是什么 军事行动来反制 还未有一个 具体的 公布走出来 但大家对这件事不用急 其实 东西很快就会来 解放军 在台海反制的行动 可以告诉大家 已经是 一触即法 战在原上 根据国际惯例 如果我们要进行到 做一些 军事的演习 来到 在这些区域里面 设置 军事演习区 原则上 来到去说 是需要提前三日对外公布 不过这个只不过是原则上 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 需要提前24小时对外公布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 方便到演习区内的 中国或者外国船 任何大大小小的船 有足够的时间 撤离 该等区域 也有时间 被飞越到 演习期间上空的飞机 这些民航机 来到他有足够的时间 提前到调整航线 同时为了 确保演习区内 尤其当实弹射击的时间 就不止于 伤到无辜的平民 看回2022年8月 佩洛西宣访台省之后 我们就在8月4日 12点 正式开展了 这个围台的军事行动 如果看回当时 提前公布的日子 就是在8月2日的夜晚 那时就由大陆那方面正式宣布 也就是在军演 之前一日半的时间 我们就来到正式宣布 军演的日期 以及范围 等等的这些资讯 我们看回 蔡英文宣访美国 回到台省的时间 就是今天4月7号上机 那究竟什么时间 进行到 相应对等的回应 这些军事行动 才是最适合的timing 关于这方面 其实很有学问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试想一下 很简单 假设 这一刻蔡英文还没上机 那好了 我们就已经立即宣布到 在哪个位哪个区域 就来搞这个军演 这样的时间 就属于过早宣布这个消息 因为 大家试想一下 给蔡英文 临上机就知道 解放军已经 将要包围台湾 这样 会给了个机会 蔡英文 暂时不回到台湾 就用到更多的时间滞留 继续宣访美国 给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留在美国那边 去做大戏 以及 搞更多台自立的活动 所以 过早宣布 是不合适的 回来说 如果太晚宣布 又是不好的 如果等到蔡英文 揣美成功之后 再大无私仰 过了十日八日之后 我们先来搞 这次的军演 就太迟了 这样的蔡英文 可以在这段期间里 宣传到自己的揣美旅程 非常成功 是没有任何后果 这样也是不好的 太迟宣布 和去搞这个军演 都是不合时机 最好的时机 究竟是什么 大家也都可以想想 其实答案也不是那么难想 假设当格仔 是宣传英文 我喜欢叫他这个名字 好了 当我上到飞机 之前就没有听到任何风声 说到解放军有任何的动作 那好吧 我当然 经过查探 经过到台省那些军方的人员 去看过度过 证实安全 我才上飞机 回台省 好了 由台省回到美国 那段路大概 坐飞机就要飞十几个小时 如果依照逻辑的计 最好宣布到军演的时间 当然就是 在这个泽连英文登上专机离开了美国 他以为很安全 打算回台省的时间 航程接近一半 吵吵吵吵吵的时间 到时 解放军才来宣布到 下一步的军事演习和军事行动 这个时候 就真是左右做人难 究竟 是继续前往 回程台省 的这条路好 还是 一个屈美 回回头 回到美国 如果 继续回程的路 又要冒险 但回到美国 又不撒不吊 不太适合 所以就会完全影响到本身这架飞机 原定的路线 就会对 这个蔡英文 回程的时间 带来最大的影响 我们一定要逐点逐点 去到计算这些细节的 既然 这些这么狡猾的 泽连英文 他都会计算了每个不同的数 来尽量做到 去好似 合程合理合法 揣访美国 与之回应 我们一定要 都是要计算好这些数 虽然说到 至少 要24个小时 在紧急的情况下 按照国际惯例 来宣布到 军演的地区 军演的时间和范围 但是这样 说话都会说 这是国际惯例 主要是适用于国际之间 所以 两岸之间 的纷争 其实 是不包括在这个 所谓的国际惯例里面 因为两岸之间是同一个国家 由于 泽连英文挑起了两岸冲突 本质上来说 他就已经违反了我们的反分裂法 既然 同一个国家里面有些分子 企图叛变 而且 还有些人去抱他 出动动 挟 所以在本质上来说 其实 只是属于内战的性质 而且 挑起事端 还要负上全部责任 也就是台省当局 我们可以 在泽连英文上到飞机飞到一半的时候 才宣布这个消息 就绝对合情合理合法 没有委入到我们 其次的就是 我们可以 在一宣布到这个消息 要进行军演的时间 来在里面做一些文章 例如是什么文章 很简单 例如是图定几个演习区之间 就故意留一些 所谓的空隙出来 这些空隙 就是特意给 这个赛英文的专机 捐过去用 因为他没有理由 用一架民航机走来硬厂这个军事演习区域 所以 我们流出的这些空隙 就是引他过来 好像捐狗的空隙 只有经过到 这个路线 他才会觉得是安全回到台省 因此 我们划定这个空隙出来的时间 就一定要够曲折和复杂 最好 绕一大圈 然后再挖回头的 这样的设计通道 就被这个九孔 这个蔡英文捐 如果他不想冒险的话 他一定会捐过去 除非他真的这么够 硬厂这个 解放军的 军事演习区 或者所划定的禁飞区 再不是不愿意捐这个孔 就自己再想办法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每一个细节 来整股 现在 在台海那边 附近的美军 就完全消失了 我相信大家看新闻看得到 你说 美国方面 会不会这么巧 在台省附近的美军 全部休息 当然就不会 这是一个 完全的刻意安排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回一件事 最近大家发不发现 在这个 泽连英文建员 麦卡锡之后 或者叫前后 美国已经多次 有不同 级别的官员 就说到 叫大陆保持冷静 叫大陆 美国是无需作出过份反应 无需 为了这个 所谓的 遗台演习 所有在附近区内的美军 完完全全 消失得无影无中 唯有 去说这些说话 想着 来到警告或者 客核中国 又或者 已经做了些事 其实那个状况 跟上年8月类似 不过最大的原因就是 其实美国想理都理不了 第一 第一他不敢 第二他不够实力 第三他根本不能出师有名 美国连联合国宪章关于 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宗旨 都不屑一顾 还有什么资格来指责 中国为了反对分裂 内部分子进行的军事行动 当然 刚才我说到的 都是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我们一定要相信 中央高层 是会有 更加英明的决策 中央是有很多高人高手 说到这个时间 我们稍后就会再说 那些军事部署 现在就先来 看看 究竟这个泽连英文 看到这个麦卡锡的时间 他们谈了什么 之后再说一些军事部署性 的话题 其实这个 蔡英文见到 麦卡锡 谈的事情都很多 不过主要谈的 都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就着要继续 对台进行军售 要不断签订单 来进行 和麦卡锡的对话 所以其实麦卡锡本人 在见到蔡英文的时间 可以说到是 彻底的军火商 根本就整个军火商 销售上身 麦卡锡已经说到很明白 就是 要视台省作为这个军火销售 的傾销市场 美国佬买什么给他 他就要接受 是没得say low的 第二件事 麦卡锡指出的就是 美国要求到台省 要继续抗大交流 这个所谓的抗大交流 是指 民用的 经贸领域层面 听起来好像不错 民间交流 经贸层面 不是有好处吗 错了 这个所谓的交流 其实只是单方面的销售 就是要把台湾 变成一个 垃圾的傾销市场 就专买垃圾给台省那边 无论 好像之前那些 萊猪 什么那些垃圾食物 都要台省那边 开绿灯 只要美国卖什么给你 你都要接受 台省方面是不能有任何的阻挡 就将台省 除了变为这个 军火的傾销市场之外 亦都被他们 当作一个 垃圾货品的销售场 这个就是麦卡锡接见蔡英文 所达成的两点共识 其实关于这两点 对于地道的台省人来说 是完全的屈辱 不单止这样 出了这些卖国求荣的人 亦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间的恥辱 这个举动只会令到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 那就正对了 他们美国所希望见到的东西 就是他们不希望 两岸之间 能够实现到真正的和平 他们所希望见到的 只是两岸 不断有纷争 最好还要发生了战争 两岸之间的不断内控 不断的消耗 这个就是他们口中 所说到的 符合美国实际利益 既然我们已经有四大部门 用到强烈的延迟 来反对 麦卡锡接见蔡英文的这件事 他们都要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 是必须要进行反制 真是会听这个 美国国防部 走去靠客说 什么东西不要利用到 台湾地区领导人 正常访美的活动 来借口进行军事活动 今时今日这些说话 省一口气 根本毫无价值 我们要进行反制 怎样反制是我们的事 不让你出声 昨天我的报道就是说到 我们中国海警的海警船 就在台湾海峡的中北部 来举行到 执法的巡航活动 在这里再补充多一点点 给大家听 中北部 刚刚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 台海中线 靠近台湾省的那一侧 海警的这个行动 其实都是破天荒的行动 因为大家要知道 海警就是执法部门 既然这一刻 我们已经不再承认到 那些所谓的 什么海峡中线 什么默认规矩 这个时间 我们的军舰 我们的飞机 早就已经 在去年8月以来 至今 就已经漠视到 这条海峡中线 打破到这些 潜规则 暗规矩的时间 现在我们就再进一步 除了是 军事相关的单位 军机军舰之外 还有執法部门 海上的警察海警 来跨越这条 所谓的 台海中线 来进行执法 和巡航活动 也就是 我们已经完全否认到 由台省 和美国所划定的 这条 所谓中间线 表明了 台湾全境 都是中国 美国主权 范围内的 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 所做到的事情 都是我们的内政 因此 进行执法 也是正常的 就要他们 从今以后 都惯了 要有中国海警的身影 来对着 台省的一侧 进行执法 关于这件事 台湾陆委会和交通部 就已经发文来批评 这个举动 明显违反了两岸海运的协议 和海市通用惯例 对中国大陆的行动 表示强烈不满地说 他们又搬出什么惯例 什么潜规则出来 台湾陆委会就说 我们的举动 是蓄意升高 这个两岸紧张的情细 以及影响区内华平稳定 台湾交通部的 航港局也发了新闻稿 为什么要搞到 来往两岸之间的船隻 甚至乎是小三通的船隻 这么过分的要求 就通报到 台省船隻 如果遇上我们的海警 要求登船检查的时间 应该予以拒绝 并且通知他们的 台省海巡署 协助 你都进行街壁和护航 说得容易 如果一手台省的船隻 遇上 我们中国海警 要求到检查的时间 我相信九成九的台省 不论是渔民也好 做贸易的船隻也好 都相信到肯定不会听你这些 这样的意见 肯定会乖乖的 让我们中国的海警 进行合法的检查 才方位上策 现在搞事的那个是你们台湾省 又不是这帮行选的人 他怎么会跟你 卖了一条命出来 跟你搞台字立 人家还要搵吃 难道你养他 帮美国佬买军火你们就好 好了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的反制措施多了一条 就是以执法的角度来反制 这个已经证实了 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继续讲 军事层面上的反制 也就是回顾昨天的话题 山东号航母 已经经过了 台湾东南的海域 进入到西太平洋 那是什么意思 这句说话不太明白 很简单 在去年8月 佩洛西宣访台湾的时间 中国举行了大规模的 军事联合演习 当中 我们要知道一点 上年8月的 遗台军事演习里面 我们的航空母船 编队的角色是什么 当时我们的航空母船编队 就在台湾岛的东南沿海 进行了一些演练 不过 记住是不过 不过 那次的演练只不过是 模仪的演练 我们的两艘航母船 是没有去到 台湾岛的东部地区 但是现在是怎样 现在根据最新的消息指到 我们的山东号航母编队 就已经切切实实地 驶到台湾岛的东部地区 这个也是山东南有史以来 第一次出到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动作 去到这点 我们有几样东西 是要注意到 山东南的这个动作 第一就是 山东南现在处于的位置 就是要对 台湾东部的军事基地来实施 有效的震慑 去到台省军队 即使在这个位置 也是会有 解放军的航空母航部署在这里 而且再不是无疑 是切切实实部署在这个位置 告诉他们 不要想着 这个就是一个逃生门 我们照样可以打 而且还打得很准 另一方面 部署到这个位置 就是要阻止 由台省 经常设计到的走路路线 那些 有机会的飞机 蓝 就想着 台湾中央山脈的掩护 在开战的时间 有什么事上来 就能够透过台湾东部 飞到去 或者持有些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现在想都不用想了 这条路我们都会封了 第三当然就是 部署在这个位置的时间 就能够有效阻截 想着加入台海军事冲突 的一些不关事国家或者地区的军队 山东号在这个敏感的时期 才来到 这个台湾东南沿海的海域 进入到西太平洋 大家说 有没有那么巧合呢 没错 就像我昨天说的 这个也是 一次所谓的共同性演习 我们的航空母船迟早要演习 在这些位置作出部署 尤其是山东号 因为之前 多数都是由辽宁号 也就是我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船 来到前出西太平洋 反而山东南 就很少做这个动作 因为山东南是比较持服役的 因此 刚刚在这个时间 来到做到这个动作 就可以 来到与 日常训练之余 再带出一个震慑的动作 而另一个可能会支援到我国航空母船 山东南的舰 就是我昨天提及过的 零七十五营两棲攻击舰 也很有可能来到前往相关的海域作出支援 那么东部战区的空军 我就不用数了 因为 好像我们经常在新闻看到的 殲十六 殲十 以及轰六 运八 不同类型的运八特种平台 好像运八海上 反潜巡逻机 运八的电子干扰机 以及我们的空中预警机 加油机等等 几乎已经可以说到 日日 都在台海 相关的空域行动 其实 仅仅是因为 山东南第一次出岛 去到部署 在台湾东部 西太平洋 这个海域 就已经足以证明了 解放军将会来的反制行动 那个强度不会低得到哪里 有一点 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 解放军 或者大陆方面 是不会有太多的行动 作出回应 完全都是因为 跟最近 台湾国民党的马英九来到大陆这些组组 再加上 带上过百名的学生 来进行交流 这件事是有关的 那我们看回蔡英文 转访这个美国 和这个马英九回到大陆的时间 那个时间性 几乎 一模一样重叠了 两者都是 今天 4月7号 就会回到台省 大家认为 这些会不会是巧合 当然就不会 这个绝对不是巧合 很多人就认为 这个是 台湾 南、陆两党 的相关政客 以及 再加上美国 所共同策划的结果 一方面 马英九就尽量在大陆访问期间 来尽量 向大陆说 好的说话 但是说还说 虽然说是说好话 但是依然 绝口不提 统一 这就好像一个好人 一个坏人的角色 台湾方面就想到 当马英九访问大陆期间 外于这个面子关系 大陆就不会对这个蔡英文存访 美国的时间来进行一些过激的反应 就认为是这样 但是 他们的如意宣盘 是不是真的打得响 我这里就送他四个字 拭目以待 没错 正如我上一集说到 美国的确是对蔡英文的接待规格 是有所降低 民主党那边也想尽量低调 但是那又如何 那个麦卡锡 还在无奈之前 说到要等这个 扎连英文 蔡英文 来到过境华盛顿 而并非今次的洛杉矶 还要邀请到 扎连英文 好像扎连司机 在美国国会里 作出公开演说 幸好的就是 这些东西 最后都没有成为事实 因为如果 去到美国国会 来给 这个扎连英文亲自说话 肯定就是对台自立的势力 做到所谓的支持 后果很严重 虽然拜登政府 都叫做有压力 不要做到那么高调 而那边相亦有马英九 同一时间 摄影好人的角色 但这样 都改变不了事实 蔡英文的确有揣访 美国的这个举动 还会见了美国的第三号人物 麦卡锡 这些都是事实 事实就是 蔡英文 也打破了 自从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 台湾领导人在美国境内 进行的最高级别 面对面的会晤 这不是马英九来到我们对岸 说尽好说话 就能够当看不到 马英九也救不了你 其实我们屈指一算 过境美国 就由1994年 李登辉第一次玩 玩到今天 都可以说到是 台省当局固定的剧本 只不过是有玩到几大 我们再计算 台湾当局 已经玩了29次这种游戏 由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和蔡英文 这么多 这些台湾领导人 都有多次 所谓的过境美国的动作 回过29次 这些行动里面 大陆也有不同的反应 例如 口珠不伐的也有 实际的军事演习来回应的也有 相比之下 马英九执政时期 过境美国就做了10次 在这10次里面 大陆的反应也比较平和 可能和马英九 主张两岸和谐有关 而大陆最反应得严重的一次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 就是李登辉那一次 李登辉在1995年 宣访美国的时间 虽然就没有像这次蔡英文 见到那么高级的官员 见到美国第三号的人物那么高级 但是 之所以那次性质那么恶劣 就是因为 这个李登辉在宣访美国期间 就在美国境内 来宣扬 所谓的两国论 以及是大放台独的缺词 就是因为这样 才直接引发到 其后一年 1996年的台海危机 当然 我觉得 这次蔡英文这件事 应该就没有李登辉那么大 因为李登辉都放得明 这次起码都叫做一下样子 降下格调 不过 无论怎样 我们继续看大陆会有什么反应 时刻都要做好斗争的准备 这个就是唯一不会变的东西 在这里 我们也想说一些 比较花边的东西 就是这个 蔡英文 来见麦卡锡当日 约定了在这个 列根图书馆那里见的 谁不知在这个时间 原来 当蔡英文见到麦卡锡的时间 竟然在他们的头顶上 就有一架小型的飞机 从天空中飞过 有架飞机不出奇 经常都有飞机经过 但是奇的奇在是 这架小型飞机在经过他们两个人的头上的时候 原来 它是扔着一条 大大幅的横額 这幅横額上面写着 One China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也就是 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当堂挂了这两个人一巴 而根据报道其实在蔡英文到达会场之前 已经有 自发来到 前来抗议的华人乔包 在场外抗议的 但是 明明一个这么正义的举动 竟然 在这个时间 就出现了台字立份子 而且他们不是出现 喊两句这么简单 这些台字立的支持者份子 竟然手持工具 拿着棍 就来到 向到 抗议蔡英文的海外乔包 拿着五星红旗的华人 来揮舞他们手持棍 击打 在场的华人 其实在蔡英文 第一次到美国的时间 已经在场外 有一大批我们海外的乔包 自发去抗议 而且还一度 来到场外抗议的华人 是多达千多人以上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图片就是 有华人通过美国时代广场的大萤幕 发布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图标 所有的这些行动 来自于海外的乔包 其实都是出于一伙爱国的心 都是自发性的行动 偏偏被那些有心媒体怒恶到 那些陈康滥调又说收钱 甚至乎在路作到 列了价目表出来 做什么行为就可以有什么 相关的费用 能够带落袋 他们这么说 这些桥段 你们政治偏颇人士 那些大黄友 就是在19年的时候 收过钱就做过这些事情 在这里 很感谢 身处于外地 捍卫我们的海外乔包 也是我经常强调到 海外华人 大多数都很爱国的 并不可以因为 别人身处于外地 在那里生活 在那里工作 而非黑即白地 批评到 海外华人 就是不爱国 甚至乎 说他们是 汉奸等等这些难听的说话 从今次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到 全靠海外华人 自发性的行动 才能够从场面上撑得住 起码被世人看到 蔡英文今次串访美国是不受欢迎的 而且遍布着海外的五星红旗 这个阵 就令到 台自立分子那些人士 显得相当渺小 我们经常说 要在海外输出影响力 将影响力带到海外 甚至乎是扬威海外 其实 是一点都不容易做得到的 这个也是 其中一个 来着我们中国国策要走的方向之一 因此在这个 全球 无可逆转的一体化情形下 我们千万不能锁国 反而要是 对外输出我们的影响力 来做到 天下大同 真真正正 实现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以包容和讲道理 来向世界展示 我们中国文明的一面 从今次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连外国人 都没有声音 因为 谁人都知道 台湾根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只不过是某些政客耍手段 企图玩东西 而造成今时今日的局面 不要看少这些 看似很小型的抗议 好像没什么力 最终都改变不了 蔡英文 宣访美国的这个行动 其实不是这样 现在世人 都会看到 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中国的想法究竟是怎样 万一 真的在 我们非必要时 要用到 武统的方法来收回台省的时候 世界上 都会有一个公论就是 台湾 其实一直都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收回去 很正常 人心肉造 其实外国人也一样 虽然有人会硬找事来说不是 从来都不是 但是大部分人毕竟都是清醒的 因此 他们要做起这些所谓的制裁行动 或者往后 想我们中国要负责任的时候 其实打从心底里面 都是开脅 做不到什么出来 都会有这样的影响 这一点 也是相当重要的 再之为大家报道 自从 4月4日 香港记协奥委会 公开表示到 就着 香港兵种出外作材 没有严肃处理 导致 播了毒歌一事 就要 经过一个月的磋商 启动这个 对他的 会员资格进行惩罚的机制 这个惩罚 就是暂停 同时香港政府 亦公开表示 支持 因为 播毒歌 严重的有肉国体 是非常之严重的事情 所以 香港政府公开表示到 罕有地用这么强硬的态度 说到要 进行惩罚机制 就是对他的会员资格 要暂停 还有 由4月4日开始 给他们一个月时间 提供一个报告 和上次的报告不同 这个报告就是说到 如何改善 他们兵种内部 的管理系统 和有关的方案 要他们书面作出报告 其实4月4日那时候 已经事情 由2月28日出事 2月28日当日就是香港队对伊朗 在波斯尼亚作赛 在这个冰球场上 我想在这里 用一个 第三身和客观的角度 所谓 有奖有罚 善恶分明 香港 当日 是帮香港 这个牌头 赢了伊朗 胜出这个比赛 只不过 在荣誉的背后 却带来了 对我们国家的羞辱 就是播 国歌的事情 应该播的是 二勇军进行曲 但是播了 香港那些 非法自立人士 所搞出来的独歌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事情发生到4月6日 也成为了 进一步的 新闻篇幅 大家的柴鱼饭客话题 就是原来兵种那边不服 不服4月4日 港协和香港政府 公开对他们的会员资格 说出要惩罚 4月6日 他们大力反驳 兵种发出了声明 发出了声明表示 港协好事一心 想着 为他所做的失误 放大 要将他定罪 香港兵种说到港协 没有尊重他们 还说是否因为他们的 成绩 没有得到港协的认同 所以 所以想找他们来 所谓的俗语 祭旗 而同时 香港兵种里面的一些 运动员 同时接受 不同的媒体访问 在这些媒体里面 就大大抱不平 用了不同的善情手法 来想 将他们 自己所做的一切 来到美化和无辜化 然后想突出 人家在欺负他们 这些手法 我们见不少 为什么 那些黄人就做很多的 我不敢说这些运动员是黄 但是 是不是那些年轻人都喜欢这样 说些善情的东西 来到无辜化自己 博可怜 就想逃避自己的失误 我不是很偏颇地说这些话 因为我转头 就会加上论述 转头新闻资料 会为大家一一报道 但是这次 想报道这个新闻 就是综合地报道 我会将 由2月28号发生的一切 用一个时序来跟大家说之余 做不同的主题 第一就是 为什么会出事 香港兵种做过什么 在波斯尼亚那边 国际兵联也做过什么 国际兵联 最近在4月6号 同时走出来 说所有错都是他们的错 不关香港兵种 叫大家 不要怪香港兵种 为什么他会出来肯承担这个错 但是 他承担这个错的时候 不是只说一句说他认错 他是说 他们为什么错 说了一个过程出来 而这个过程 跟香港兵种说的过程又有些不同 又有些出入 是不是没有夹口供 我会在这里全部列举出来 整件事非常鬼 但是只要大家听完 我们新潮民的报道 就会一目了然 另外也会就着 事情发生了之后的交代行为 因为香港的港协 说香港兵种 他们消失了三个礼拜 打电话给他们 就不太听 听的话都说到无铃两可 又不肯回眠 消失了三个礼拜才出现 3月20号应该给书面报告解释事情的时候 香港的港协说他们没有交到 一个适合的报告 但是香港兵种那边 却言之作作地说到 他说 有沟通 还有有交代 而且 是的 由这个 2月28号出事的那晚就已经 立即在24小时之内有报告 3月头有报告 3月 3月20号之前也有报告 和不断的有沟通 到底是谁才说真 稍后也会陪大家 全部来说明清楚 到底是谁 是不是有人想找人祭旗 还是有任 三安百做 明明没有做 说成有做 来误导大众 我稍后也会陪大家说 最重要就是 现在 要说一下 为什么有些运动员 走出来来接受 传媒采访 说到自己多么可怜 这些系列 难道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意愿 没有跟兵总那边交 为什么媒体又要报道这些角度 就是说到全世界要欺负兵总 和兵球运动员 代表着兵球运动员的 立法会员佛启刚 在这个事情出来 是曾经一度有传 说他想跟兵总割席 但是他说自己没有 甚至就算兵总是被惩罚 他也会保住运动员 能够如常进行训练和参加比赛 已经不能说了 但是为什么球员 还要说这些东西呢 转头 也会和大家 就着不同的主题 来报道 让大家有一个清晰的图片 让大家可以分析 因为资料太过集乱无章 所以新潮民就在这 为了我们的国体 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 为了我们香港 不要再有运动员出外作赛 而令到整个中国丢架的话 一定要报道这宗新闻 因为我也会报道 就是不论港协的指引 如何都好 不论球员 如何在外国势力玩东西 其实是有方法 能够阻止到 这个例子就是 新潮民之前 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香港的踢拳总会 成功阻止到外国势力 借着运动场上玩东西 对这个香港兵种的惩罚机制 就是根据这个奥林匹克宪章 和国际奥委的伦理手则 就是如果 港协的会员 那些运动总会 他们管理不善的时候 是需要 改善 和协助他们 来管理得完善 还有 如果他们违反了这些宪章的时候 是可以启动一些 对他们会员资格惩罚的机制 这些惩罚机制 可能 严重的话会取消他们的资格 很多人就问为什么播毒歌 为什么只是取消资格 不是去到国安成分 因为是这样说的 现在就是 未决定 和未可以肯定 是不是自己人玩东西 如果是自己的球员 或者自己的领队 工作人员 导致播毒歌的话 那就去到国安层面了 但是现在 暂时资料显示 还是外国势力玩东西 不是自己人 自己人最多是疏忽 所以就未去到国安层面 暂时 他日的证据不知道 所以就是惩罚他的会员资格 现在还没去到取消 现在去到说的就是停止资格 应该还是有弯转的 还是有时间给他们来撥乱反正 香港政府也罕有地在4月4日 公开表态 支持 对这个兵种的会员资格 惩署 当时他们说到 理据就是 因为香港兵种在事情发生之后 并没有 严肃认真地处理 也并没有切实地跟他们交代 消失了三个星期 3月20日 所提交的书面报告 就是关于事件的描述书面报告 他们也觉得不接纳 所以在3月23日 港协的一众人 有董事会议之后 就去到4月4日决定 要启动这个惩罚机制 暂停 兵种的资格 现在香港 任何体育的总会 他们有一个指引 这个指引 全名就是 国际体育赛事期间 处理播放国歌 和升区旗的指引 这些指引当然 大家也很清楚 要播正确的 我们香港 要播的国歌 就是中国的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另外 因为香港是特别行政区 所以我们升区旗 区旗 有区旗的指引区旗的废号 正确版本 还有 如果赛事有 这个转播 有所谓的字幕 有所谓的图片 电子图片 全部都是一个工具包 港协会提供这个工具包 给他旗下的会员 来到出外作赛 给当地的主办方 而到底兵种 犯了什么错 要开始进行这个惩罚的机制 就是兵种 在2月28日 在波斯尼亚作赛 香港队击败了伊朗 但是播的就不是义勇军进行曲 是播的是读歌 读歌播放之后 十几秒内 也有人因为T字手势 而撒停了那首歌 扰完分几钟后 就播正确的义勇军进行曲 但是 错已经铸成 成功在国际舞台上 播了读歌 搞事分子 羞辱了我们一次 我们永远都会记住 港协 形容到 香港兵种事情发生了之后 在电话上 和会面上缺乏这个热切的跟进 在电话上说要无铃两可 空口说白话 港协形容到兵种 没有积极地来促成这个会面 有关的人员没有跟他们见面 直到3月20日提交的书面报告 他们也觉得里面的 报告撰写的手法 他们不接纳 也不接纳里面的点 所以 3月23日 开会之后 就决定了4月4日公布 对他的会员资格进行惩罚 那我们现在就听听 到底港协的怪罪是否合理有理有据 我们听听兵种那边怎么说 兵种 最近4月6日 对港协的决定 香港政府的支持 大反扑 说的资料 一拼告诉大家 香港兵种说 他们在去年的12月 已经有联络国际兵联 有给正确的连结他们 给他们下载 确保波斯尼亚播正确的版本 香港兵种也说 去到波斯尼亚作赛的时候 有曾经想和主办单位联络 但是不获接见 别人说忙 香港兵种也说自己忙 说半队人都头昏身气不舒服 又说有个经理没去 所以领队关软仪手忙脚乱 球员在最近的媒体访问 也是这样说 说到领队一人多职 说到他很惨又是先程 总之就是没有彩排 没有彩排 作赛 然后就果然播了独歌 关软仪说 播了独歌之后 已经在当天当晚 就立刻联络 国际兵联要开会开视像会 关软仪说当晚 国际兵联立刻认错 就说主办单位搞错 说主办单位有个 低级的 音效处理人员 就在这个油管YouTube上 下载了独歌 就没有用这个正确的版本 正确之前兵总提供的版本来播 他自己下载自己播错 所以 关软仪说 当时说 当晚国际兵联就认错了 为什么会消失三个礼拜呢 关软仪 领队和整个兵总都说 香港兵总说 虽然消失三个礼拜 但是有积极回应 还有电话记录 也多次提交事件的报告 说有三个报告 就是出事之后 24小时内已经有一个报告 3月头 3月10日前有一个报告 然后3月10日 至到20日 20日 是港协要给他们的限期的书面报告 就说那时候也有一个报告 是三个报告不断来跟进 以及来补充 就说不是没有报告 是很多报告 然后也说 兵总那边说港协 是不接受他们的报告 说他报告写得不好 为什么3月23日 会面的时候 就当时不说 为什么当时不对他们的报告 修持手法 和这个写作的方式 当时不说不批评 为什么事后才说写得不好 为什么当时 不讨论 事后的解决问题方法 以及关于兵总的管理 要事后对着媒体才说 这样 这个就是 香港兵总那边的说法 香港兵总还说 在出外作赛他们不是消失三个星期 他们是 3月18日才回香港 因为 要完成所有比赛 在这 我就想公平一点 说一说 香港兵总的球员出外的比赛成绩 他就对了很多对手 除了赢了伊朗之外 也对了吉尔加斯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等 香港的兵总港队 今次 是能够得到 国际比赛的第三名 对香港在这个冰球运动的历史来说是一个佳积 他们希望得到别人公平地报道和表扬 OK 那我现在就将你的成绩告诉大家 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他们不是消失三个星期 他们是有就算在外面进行比赛 都在设计 说香港的港协怪错他们 香港港协其实说到就是既然你一批人 出了去比赛的话 为什么在香港的一众员工 不可以同时跟他们进行会面和跟进 为什么要等你回来之后才可以 来到进行有效的会面和跟进 这么说 所以这方面 两边的说法都有道理 不过前提是 前提是 原来有些人说的是假话 有做没有做 是生案白做的话 明明没有交报告又说有交报告 明明在电话上没有跟进又说到自己切实的跟进 原来空口说白话 这样就是假的 假讯息 这样就要受到惩罚 不过我们没有证据 因为我们都是看新闻资料 我只知道港协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消失 还有交代得不清不楚 那到底是不是港协想找他们祭旗呢 还是兵种那边 说自己有做的事其实做到拖泥大水没有做到妥善呢 大家也可以想想 但是我们看回4月6号所发生的一齐 就是4月4号 当港协和香港政府都以强硬的态度要惩罚他们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4月6号这帮人的反应 香港兵种的反应 以及一些球刑的反应 大家也可能会判断到一而 香港兵种说 感受不了港协对他们的尊重 觉得港协说的三分四次都是扭曲事实 我想兵种的意思就是 他说了自己有做积极的跟进 以及然后说了很多东西 港协都说他们没做 所以就是扭曲了事实 事实上就是 我们新潮民整日报道都说了 如果根据香港兵种的说法 如果去年就已经 给正确的连结 国际那边 来播正确的版本 这些是有证据的 如果 是真的想联络主办方 来进行彩排 但是对方推堂的时候 这些其实 你可以 跟这个 香港兵种的主席来报告 同时也跟港协来报告 即时报告 还有出事的当晚有没有跟国际兵联开会 国际兵联 是立即当晚承认自己错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可以是有证据的 可以 取得出来的 还有 所谓的 3月 20日限期前 原来写了3个报告 不断的补充资料 这些其实 也是有证据的 是可以取得出来的 香港兵种说 这些证据是可以取得出来的 香港兵种说 甚至对话电话记录 有录音 都可以取得出来的 香港的港协 港协就说没有 不知大家信谁 还有 香港兵种在4月6日 就在一个声明里就说 港协一心想着 证明他们有错 没有 在这件事情上 认清了其实自己也有责任 就是兵种说 现在港协一心就找他们制旗 就不去说 其实 港协自己也有错的 自己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这样讲 我这句话 我就听得出有什么味道 就是 一些小蚊 外面互作妄为 外面反叛 外面搞事 闯祸之后 当家长怪责他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其实搞成这样 你们做父母也有错 你们也要认清自己的责任 我不知为什么听得出这种味道 不如大家就说 我这样听出这种味道 有没有偏见 你们有没有听出这种味道 甚至兵种那边说 因为港协曾经 他们说是六阵 曾经说到 香港的兵球 只是 砌到4-6队 不成气候 说香港港协企奥委会 看轻他们香港的兵球 所以 甚至说他们一直以来拿到亚军 贵军等等 这些成绩不如理想 所以看轻他们 所以如今 就要煮重他们 不知为什么你觉得这些说话 就真是很典型的什么人 典型的香港某些政见偏颇 的不肖子 那些说话 但是 我又觉得 我想中肯一点 若然这些是事实 若然真是 若然真是港协 是针对他们 说他们没有好成绩 说他们 搞得不好 就针对他们找他们制旗的话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我也不希望香港 在运动界有这样的 针对行为 欺负行为 所以希望 在运动界的个别 议员 和搞手 都要 正确地来 去看这件事 但是 除了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鸡同鸭讲之后 我们现在就多了一个角色 可以讲一步分析一下到底哪些人 是比较接近玩意 话说 国际兵联 波斯尼亚那边的主办单位 就是波斯尼亚那边 国际兵联就是联络国际赛事 国际兵联 在4月6号同时间走出来就说 就说千万不要怪香港的兵种 说他们没错 他们已经有 做齐他们应该做的事 有错的是国际兵联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的一个 低级的音响人员 这些低级人员 甚至是义工志愿者 说法跟当天 揽球赛出事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说他 明明就已经有 正确的国歌版本 但是就要选择自己在YouTube下载 在YouTube下载 所以下载了 这个 读歌 其实 我在这里加一点嘴 在YouTube下载 如果你要搜寻的时候 我想应该搜寻新潮民的影片 因为我们的点击率这么高 大家这么支持 其实搜寻一点 跟中国有关 外交有关 军事有关 国际形势 甚至跟国歌有关 都很容易看到我们的影片 为什么你不播错新潮民 随便帮我们宣传一下 但是奇就奇在 国际兵联那边说什么 他们说 出赛之前 香港兵种 已经给了手指 即USB他们 他们是有 但是只不过没有放到 那个音效人员自己在网上下自己播了 喂 我想告诉国际兵联 香港兵种说赛前是没有给你们手指的 为什么你们说有给 你是不是帮他硬说好说话 到底国际兵联 那边 是否有手指 香港兵种说 不是 香港兵种说 就是播错了 出事之后 2月28号出事之后 香港兵种才给他们手指 以免之后的赛事 播错 这样 但是国际兵联 就不但撲出来认错 叫大家不要怪香港兵种 还要说 他们事前已经有手指 香港兵种事前已经给了手指 所以错不在他们 错在我们 你要怪怪我 我当然知道你为什么撲出来承认 为什么 因为你完全知道 就是我们香港 没办法惩罚你国际兵种 你认错之后 你拍下来走 你可以做到什么 更何况 如果说错 你就会认硬的 国际兵种 很明显 我稍后就会讲多个例子出来 很明显这件事 无论是香港 我们兵种有没有疏忽 始作勇者 和搞事的人 一定是你们国际人士 但是你们却赖到一些所谓的 志愿者加低级员工那里 跟兵种那边说的一模一样 虽知道 亚洲兵种 22年的11月 他们都 派了一个亚洲兵种的 会长出来 来到香港那边 跟陈国基回眠 甚至公开道歉 这个说法也是一模一样的说话 低级员工志愿者 自己下载自己 播错 我觉得这些 全部都是歪理 因为新潮民陪大家分析了很多 在一个大型的运动项目 你要播错一首歌 你要过很多人的关 这么多人一起把关 同时操作的系统 怎会 一个人出错 就导致播错 就是这个 团体式 有预谋的行为 当然 他以一个 亚洲兵种的会长身份 来过来说这番话 好像 很有分量地交代 其实说的都是废话 去年出了事 去年 在韩国站出了事之后 明明我们香港 已经派这个 刑事和国际那边来联络 我到现在还没交人 更何况你兵种 这次的波士尼亚出事 我想交人这件事 就一定是遥不可及的了 所以你们 道一句协 代价有多大 何况 如果以外国势力 有心来收容我们的国体 能够在运动场上播一播 非法自立人士的读歌 之后用一句道歉 一句对不起 来做代价 你说是多有赚 所以我觉得 就算你国际兵联 想着维护香港兵种 你都没有跟香港兵种夹口供 你说了 你们赛前已经有USB 其实你们没有 香港兵种都说没有给你们 所以罪疚也要怪 就是香港兵种 为什么 不在赛前就已经给 确确实实的一只手指 国际主办单位那边 来播 只是给了连结 可能在这件事上 他们不够严肃认真 但是在这里讲公平点 根据 刚刚修改的港协的规定 就是说是可以连结 或者他们的工具包里面的手指 给主办单位来播 是之后出了事之后才改划 就是连结 和USB 就不是画 所以这件事也都成为了一时的讨论 就是 兵种那边有没有根据 正确的指引来做事 因为当时是画 连结 USB 并不是和USB 但是在这里 我们也要讲讲 就是 只要你是切实 和有心维护国体的话 就不理港协那边有没有给指引你 你也会设受金净的 我想讲的例子就是我们新潮民之前讲过 就是香港踢拳总会 也是去年12月 还比冰球更加早 去年12月也发生什么事 就是在杜拜 举重那边 播了读歌 即时又刹停 一连串的事情发生 很明显有人有心为知 去年的12月同时 就是香港 的踢拳总会 当时 他去泰国那边进行比赛 踢拳总会准备了一个USB给他要播正确的义勇骨进行曲 去到泰国那时 踢拳总会的陈师傅 陈文宜师傅 他非常严肃处理这件事 就立刻去到那边捉住主义单位 说一定要彩排 当然他们耍手 又说忙 又说头昏生气 又说 吃饭又说要磨 总之有数十八个理由 总之抓住他 就说一定要彩排 不彩排我们不 参赛 终于彩排了 谁知道一彩排的时候 果然播了读歌出来 真的播了读歌出来 但问题是这首读歌不是 陈师傅他们 去给泰国主买单位 是这个他们自己 选择去下载 那手指去了哪里 只要外国势力有心搞事 他们真的可以乱来 泰国那边说 不见了手指 不见了的话 那就麻烦了 有心搞事 有心搞事 就马上面对 香港踢拳总会的严肃处理 香港踢拳总会 自己立刻有手指 就说 既然抓到你 播了读歌的时候 非常之严重 你再这样搞下去 我们一群人就会消失 你比赛就搞不下去 但是现在 不用你再下载 给你多个手指 你即时播出来 播完出来后 就确保运动场上 都要播出来 不然 我们集体会消失 不参赛 终于令到整件事 成功阻截了 外国势力 有心搞事的行为 但是 为什么 陈师傅的踢拳总会 会多个手指出来 其实 当时 香港踢拳总会 他并不是直接跟港协纪奥委会 是跟港协纪奥委会 另一个 一个子组织 一个叫All for Sport的组织 来进行联络 还有很多严肃处理的手法 和跟进 都是踢拳总会和陈师傅 自发地去做的 甚至那个备份的手指USB 都是他们自发地去制造出来的 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心维护国体的时候 无论港协有没有指引给你 你都可以做得妥当 你如果外国势力有心搞事 野蛮地 无论你给了手指他们 他们可以说不见都可以 有心就是要在运动场上 羞辱你们中国 只要你是根据程序严肃处理 逼他们一定要重复 的时候 甚至威胁他们 就是说我们踢拳总会上下一心 由领队去到管理者 甚至运动员 都会即时离场的时候 不会自己在龙女鸡 互相怪责 不会像某些体育 那些总会 就算里面有外国的领队 可能有些球员在这里说 为什么要讲政治 播错就播错 我们玩运动的 我们不想讲政治 其实就是想乘机 纵容搞事 不会有这些意见声音 而只要运动的总会上下一心 都能够维护国体 所以其实整件事我觉得 无论谁对谁错 谁是谁非 香港兵种 的而且确 是没有庄严处理 这次 需要维护国体的行为 所以香港的港协 应该进行对他们 虎原资格的惩罚机制 但我也觉得 给一个月时间 他们再提加改善的报告 纯粹是暂停 不是取消 给他们多次机会 我觉得也OK 但是 问题就是 运动员开始 又在这表态了 运动员自己 分两条战线 兵种那边做了声明出来 说自己被人欺负 被人针对 运动员 又走出来接受 传媒的访问 他们说什么 我不在这里说了 因为 实在我觉得 很幼稚 他们说些东西 无非 都是想说 说回那个情况 他们说 一班人 运动员 日日 日直苦练 甚至 晚上 半夜都要进行苦练 就是为了 竞技场上 做好比赛 为香港 产生光 我想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 任何人 如果去到国际层面的竞争 无论是文是武 是运动 如果是学术 全部人都是 废寝忘餐 来苦练的 这个不出奇 全世界人都努力 小孩子 所有世界人都努力 就是看谁的努力 更加到位 更加准确 更加有智慧 有睿智 就可以胜出比赛 胜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这个世界所有 出色的人 都是努力的 都是三日三夜 四日四夜 废寝忘餐来做好一件事情 努力 是出色的人的基本条件 但是讲到自己多么惨 苦练的过程 有多么辛酸 然后又说 很多人都有 有梦想 有理想 甚至用自己的年假来参赛 我告诉大家 这个也是 所有 甚至想创业的人 的梦想 如果要为自己人生打成绩出来 就要在 稳定的生活里面 腾出时间 来开创一些 过程一定是有成功和失败 一定是里败里市 这个是 成功的先决条件 基本条件 不是那么值得歌颂的 还有 他们说 有半代人去到 都病了 这个领队的关软仪也有讲到 去到就说 头云生兴 虽然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那些病假指 来证明 他们真的有这个中招 又或者不舒服头云生兴 但是扯信他们是头云生兴 他们说的理由是什么 那个理由我就觉得鬼鬼的 就是说 去到那里 波斯尼亚天气很冷 他们不适应 所以 全部人都去到头云生兴 我就在想 你们玩的是冰球运动 难道冰球场上天气是暖的 那你们怕冷的话 怎么会玩冰球运动呢 我真的想不明白这些 大家陪我想一下 你们是不是想讲一些善情的东西 他们花了很多篇幅 讲自己的球队 队员如何投云生兴 领队如何照顾他们 怎样要顾得一样东西 要同时顾十样东西 讲到多么惨 讲一些善情内容 他们又要讲自己 怎样 平时生活都很忙 又有家室 又有子女 但是都要同时出来苦练 又是讲一些善情的内容 然后又说 去到波斯尼亚作赛 又有多少波折 多么善情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 但凡 就算是一个出外公干的人 外面兜生意的人 也有很多转折 这个城市里面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人都不会一帆风顺 每个人都有他的指故事 要善情都可以很善情 就不是善情只有你一个 就不要经常拿善情牌来可怜化自己 博同情 就想将自己美化 逃避自己的罪责 这些行为 就是典型那些崇洋媚外分子 那些不肖子 那些黄色分子 他们最喜欢用的招式 就不要学习这些东西 这个世界个个都有包袱 个个都有高堂父母 有子女 我只不过就在这里说 为什么有些媒体 要这么大量的蝙蝠 来报道这些运动员 去套他们的心声 还要往这个角度来报道 这些媒体和这些球员 那些心脏在什么 而他们做事方法的M.O 他们的M.O.就是做事手法 是像什么 像哪些分子 其实大家很清楚 所以在这里 继韩国站 杜拜举重 和波斯尼亚这边的冰球 接二连三的外国势力 就一定要在运动场上玩玩 而我们新潮民也 举了一个 最接近我们的例子 就是外国势力的玩事上来 他要播读歌的时候 他们真是 是可以很野蛮地 你给他一些东西 他都可以说不见了 然后在运动场上播读歌 除非你用强硬的手腕 和上下一心来威吓他们 他们才会懂得收敛 是需要跟他们对抗 如果有个运动球队 自己的政见 和那些心性 都是不稳定的时候 就很容易做些不做些 来让别人成功入位 就是很多 兵种顺便说自己 出到已经有根指引 有严肃处理了 其实这些话有 只是心态上的话有 你的心是没人知道的 从行为才会看得出的 而行为上的确就是没有彩排 甚至就是赛前 没有给人手指 其实这件事已经表示了 够了 不严肃认真地处理了 而至于事后 如何在事发之后 交代 补救 联络 归根究底 你想知道谁错 谁不穿 我觉得这些已经是时候发生的事 其实如果是严肃认真 不断切实跟踪的话 应该事前都已经在做 还有 就是关于那些球员 那些球员你们难道受到影响吗 你们在抱不平 受着你们那个球队 你们那个总会受到惩罚 你们在抱不平 虽然知道 立法会员霍启刚已经说到 就是3月那时候曾经一度传出 他会辞退 冰总荣誉会长的一职 这个行动就很明显是割席 但是他也马上澄清表示他不会走 他会留下 就算冰总的会员资格受到惩罚 他会确保运动员的训练 和参加比赛不受影响 这样的待遇来说你还想如何 霍启刚也表示他一直以来都有关注冰球的运动 他甚至在2022年1月落双青年冬奥上 也有以团长的身份 来带领和支持 除非 霍公子说得出 做不到 但是如果他说了之后没做的话 也会成为新闻头版 所以 是不是运动员自己也想想 首先应该看看自己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 哪些功夫是要自己做 训练和流汗 辛酸 是你的责任 就不要觉得你做了之后 别人要怎样可怜你 特别对你特别照顾 带领着你们 你如常训练和有戏械 和有地方 和能够出去做赛 这也是 总会那边 和 港协那边的责任 如果做不到 就是他们的罪咎 但是起码你尽了自己的部分 但是 就不要在这里 玩善情 玩抱不平 因为你是 球员 你是运动员 就好像一个国家那样 士兵有士兵的功夫 每一个崗位有他的责任 去到决策和审时度势 就可能是 政府外交人员 他们的做法 他们的工作 就不轮到你们多嘴 而新潮民为什么要 多番的举 踢拳总会的例子出来 因为他们是 小友地成功 在外国势力 摆明玩事的时候 只要他们是有心 就算没有指引下 他们都自己 想出的指引 想出的方法 来阻止 外国势力玩事 是一个非常值得的 拿来 做对比 做参考的例子 所以说到这里 我相信 未来 只要他们不是两班人 再是吵到 出丑于人前 制造大量的无谓新闻的话 事情应该都差不多 过一段落 亦都能做到 对所有运动总会有 耳警效由的作用 就是 不要再想着玩 不要再想着做些不做些 嘴嘴搏 就可以 播到读歌 来收育到 我们中国的国体 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亦都是一个很强烈的信息 就是继续这个揽总之后 兵总都要 导致到国际兵联那边 公开承认自己的错 但是 这些国际的团体 到现在都还没交人 迟早这件事 就会提升到外交层面 是迫使他们一定要交人 就算交不了人也好 只是这帮外国势力 当众 当着全世界 去认错 承认自己有玩意 都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 表示了我们中国 追不追究 权在我们那里 接着我们就讲一下 我们香港在尖沙咀 出现了一宗 劏客的事件 涉嫌劏客的 就是一间吃海鲜的餐厅 里面的海鲜 就认真是海鲜家 而被劏的对象 就是内地的一名游客 这名游客 早几天 趁着清明节的假期 就来到我们香港的游玩 兼且享受一下 我们香港的海鲜 因为我们香港 是一个海边的城市 鱼获自然丰富 再加上世界各国的美食 都可以在我们香港找得到 所以这名的内地旅游客 和很多游客都一样 来到香港都想试试 我们的海鲜美食 而大家就知道 尖沙咀 一直都是游客区 这名旅游客在尖沙咀 找了一间餐厅 然后他就发现 这间餐厅的餐牌上面 几乎有关海鲜的菜式 都是写着时价的 在我们眼中来看 都挺正常的 因为我们香港实在 有太多餐厅 是很喜欢用时价两个字 就写在餐牌那里 当你要吃那样菜的时候 就会直接去到问那些餐厅的职员 那个时价究竟是什么价 而那些职员也有可能 即场根据食客的样貌盐值 或者加上自己的心情 就来到给出一个价钱 所以这种方式 我们通常香港就叫做海鲜价 可能内地的旅游客 都知道写得这样的时价 即是海鲜价 也可能做好心理准备 难得去一次外地旅游 有时吃贵一点都在所难免 但当他买单的时候 他又感觉到十分惊讶 因为把账单的价钱 实在是大得惊人 再加上10%的服务费 总共要3700多元 才可以下楼 这个旅游客 一行就四人 即是平均每个人 都要吃900多元 那究竟他把账单里面 吃了什么这么贵呢 这名旅游客 在回到内地的时候 他又将他在香港吃东西的这个经历 就贴了文出来 而且还要有图有真相 连着把账单的照片都拍出来 账单上他觉得贵的食物 亦都拍出来 来到给大家评一下 当中他觉得 有四个关于海鲜的项目 真的贵得离谱 我们逐个逐个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样海鲜 就是蒜蓉蒸圣子 总数是$390多元 一碟就四只 但是大家细心地看 四只圣子里面 除了有一只比较大一点之外 其余的 尺寸也不算很大 我们平时出去吃海鲜 如果这个价钱 是吃圣子王 这个圣子 可能真的贵了一点点 就到这个内地旅游客 觉得是最过分的一样东西 就是焦炎中虾 他就说到这个焦炎中虾 他就说到这个焦炎中虾 他点了一斤 而他的想法 他口中的一斤 就是我们香港的一公斤 价钱 整碟是$6808元 什么虾 那么把炮 六百多元一碟 根据这个旅游客给出来的相片 这碟所谓的焦炎中虾 里面的数量 大概是10只左右 那间餐厅叫到它是中虾 但是看回我体型 那么就中中挺挺 不算很大 又不算是小 都说得过去 不过这只虾的类型 应该就是大头虾 因为我看到有几只虾的虾头 真的特别大 如果是大头虾 来做这个焦炎中虾 大家都有去过街市买菜 虽然有时在街市的海鲜档里面 鱼虾的价钱 每天不同 大概 都不会贵得很离谱 如果以我自己的买菜经验 给你再漂亮的大头虾 就是百多元一斤 就算给你买漂亮的海虾 也是二百元一斤 如果整碟虾是一斤 你买六百多元给人 即是加工费成四百元 那真的的而且确是贵了一点 我想如果我们自己香港人去吃的话 听到这样的价钱 一定不会怎样 除此之外 这个旅游客另外的两味海鲜 也是蟹 他选择了两种不同的食法 一种就叫古法蟹 一种就叫金沙蟹 两个价钱都是一样 都是966元 一只蟹 先来看看古法蟹 如果照看旅游客拍出来的照 蟹钳是挺丰满的 应该是肉蟹 如果又根据我自己去买蟹的经验 再大只再漂亮的肉蟹 我给你二百多元一只 好吃 很大只了 二百多元一只蟹 然后我们再看看那个金沙蟹 他就看不到这只蟹有多大只 因为整个碟上基本上都铺满所谓的金沙 但是上面有一只蟹盖 大家可以猜猜 蟹会不会说身体很大只 而盖很小 一定不会 所以根据蟹盖 我们大概可以猜到 这只蟹也不方是大只得去哪 两只蟹加了2000元 不怪别人付钱的时候 会觉得肉赤 其中还有一些比较贵的消费 就例如说到 两罐可乐就70元 虽然这个也是比较贵 但是我们香港很多地方 如果你去吃饭的话 啤酒汽水也是贵的 外面买很多 而且饮饮应该在菜单里面 有写明是多少钱 不过那些海鲜 确实是贵得离谱的 就着这件事 现在汤客的新闻就出来了 有记者专程 就着这件汤客的新闻 就会问到香港海鲜业总会的主席 李彩华 华哥听完这段新闻 他也感觉到 莫内何是 莫内何 就说了几句说话 就说到 菜式是名贵的 份量不足 实在是较贵 那就是没办法了 海鲜总会的主席 华哥也这么说 以他做了这么多年海鲜 一看就知道那些海鲜是什么货 那就不是说人家消费者屈你了 这家餐厅 我们照看市主的贴文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 因为市主也算是 真的想拿回公道 或者想慎一下自己的不快 就不是说恶意去搞人家的餐厅 所以他也没有开名字 不过有这种做法 现在还存在在我们香港 就只能整臭我们香港人的肚子 以前 十几二十年前 相信有些朋友 都会去过海南岛旅行 以前海南岛 在我们全中国来说 出了一样东西 就是劏客 尤其是吃海鲜 就像这家餐厅 随便吃几道 就几千元下楼 当中也不会是什么贵货 后来海南岛的这种做法 臭命远 做到臭命远 播到全国都知道的时候 有一段时期 是没有人敢去海南岛吃海鲜 直到政府知道这个问题 开始跟着这些问题的时候 海南岛才叫做 少了很多那些劏客的店铺 如果现在我们香港 在开关 迎来内地游客之时 不知道这家餐厅是否因为封关的时候饿了很久 所以才出此下策 但这个做法 就算是劏客 觉得游客也是吃一次 不会回头 但现今这个网络的世代 如果要将他的恶恨宣扬出去 是非常容易的 同时今次有内地游客 在吃饭时有这么不愉快的经历 会是中了招 给人家劏的话 那我们香港应该也考虑一下 会不会针对着这种行为 来制定多少的规管 例如说 若然有些餐厅要卖海鲜 那餐牌的时价 可不可以就这样写着时价算数呢 若然每天的价钱不同 会不会在餐厅里面 是有些资讯提供每天的海鲜价 可以给人去参考 而我们知道 吃得海鲜通常 除了海鲜价之外 也有可能有某些的附加费 有关当局可不可以规管 这类型的餐厅 要将所有的费用都透明化 相信这样做 除了我们自己香港人 吃海鲜的时候也会放心 游客更加是不会觉得 自己叫了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价钱 会有种被人劏的感觉 所以在餐饮业里面 这些为人咎鸣的问题 就一定要根治 如果不是长此下去的话 很快我们香港就会出名是汤客 那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临结束之前提提大家 记得做齐新潮民三宝 还有的就是分享 赞好留言 订阅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以及我们的Facebook专页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拜拜